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剛剛那節你講過股市 我不懂的 我自己想玩一下 比較是他看好 這次你想講些什麼 這次我們想拿一本叫賄本 給小朋友講故事的賄本 陽春賄本 想跟大家講一本很奇妙的賄本 奇妙的賄本 這本賄本是近幾年才興起的 最近就出了第二期 下一次有機會會講第二冊 這次我們先講第一冊 題目是講什麼呢 叫做胎內之記憶 胎內記憶是講那些嬰兒 小朋友幾歲的時候還記得他在媽媽肚子裡見過什麼 聽過什麼 沒錯 正如他的字面這樣解釋 他這一位苦疏的教授 那個教授叫做慈村明 他在東京大學畢業 學歷系和他做的職位都是有所謂的 如果不是 無緣走出來出來就說什麼胎內記憶 那些說服力沒有什麼 醫學博士 他一些苦科 是啊 他是很多男士的夢想 他看過不知幾多個苦人 去到2001年的時候 就專門去研究這個胎內的記憶 那個由來就是這樣的 由於他那些客人 生完嬰兒之後都會找他複診 是啊 複診會照顧他們一段時間 有一年他就說不知為什麼 突然之間那一年是有幾百個客人說 醫生啊 我兒子或者女兒那天跟我講的東西 令到我很困擾啊 醫生就問他了 有什麼困擾啊 他呢 說回呢 他進去肚子那裡 跟著我們講的什麼 大概講的什麼 媽媽多次吃什麼 媽媽有沒有不開心 有沒有很開心 他講得出來 又或者譬如說 爸爸和媽媽聊天的時候 他在肚子裡聽到 好啊 在肚子裡 肚子應該第一 你說要看東西 恐怖這麼快 眼睛也開 聽力 那些那麼厲害嗎 可以 這個醫生就覺得 蛤 應該沒有任何的醫學證據 或者一個未出生的BB 就可以理解到這些說話 嗯 又或者 從來沒聽過 記得上一世的案例是有的 但是記得在媽媽的肚子裡做過什麼 聽的那些什麼 媽媽吃的那些什麼 這個他覺得很神奇 嗯 他就記錄下 所有來跟他 反映個案的那些客人 將這些這樣的記錄 去記錄了 好了 除了時間的過去 那他的客人的BB 又開始有再大那些了 再大那些的時候 來到 又說了另外一些東西了 這次呢 就不是說 那個胎來的幾個 就是不是說 在媽媽的肚子裡那些 不是上世紀 他就是說 說他在出生之前 在一個什麼地方 還有為什麼要選他做媽媽 這個就是 不知道去到上世紀 不過是 就是 應該你 輪迴 是的 展示之前 去到新的地方 他之前 沒錯 根本我們完全不知道有沒有這段 是 他們就有這樣的記憶 沒錯 現在我把這本書 因為他這本書是給小朋友看的 所以他畫得很顯淺的 他寫畫的 是的 他找了另外一個策畫師 才畫的 好了 我們把這個圖 就給了工作人員 麻煩你放大它 我就解釋一下 那些小朋友 描述給他聽 他們在來地球之前 在那個地方的一個架構 是 轉世之前的一個地方 那部什麼戲 我兩三個年前看的 卡通片 都是說 他要選擇去 投哪個胎 然後大家一起跳下去 你問我 我覺得有八成半相似 應該是那個 玩爵士樂的一個黑人 無端的掉下去 那個坑渠死了 嗯 應該就是 我忘記 他出生什麼名字 走的士尼 經常都有一重播 高體那裡 是的 他這個架構好似 所以我有機會懷疑 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西方 可能都有人會發現過 有這些東西 從而 就將這些 他們的理念 反映在那個故事那裡 就是等於UFO 反映在這些電影 那可能 再大一點 圖可能太小 再大一點 就是那個 長方人 遮住你的 不怕 不要緊 遮住我的頭也不要緊 最重要 聽眾可以看得到 那個價格 OK的 都夠大了 好了 他們就說什麼呢 他們說 在未去媽媽的肚子前 是 靈魂其宇姬 是 謝謝你 聽眾 他們未來地球之前 他們就會在一個雲上面的地方 是 是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為什麼呢 要決定怎樣轉世 但由於 不是每個人 之前都在地球生活過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幅圖裡 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看 不是每個人都在地球生活過 就是 它暗示有外星人 就是有外星人的靈魂 都一起 沒錯 可能外星人 今次我選地球 下次我選天狼星 只要你完成某一些特定條件 是可以的 OK 下世不做地球人 不過你是 以我的理解是怎樣呢 你要完成很多地球上的任務 或者學習 譬如 我要做過最窮 最痛苦的人 最悲慘的人 又做過最有錢的人 你什麼都試過了 可能 有七七四十九劫 這些小子 你被人去奸殺死 是 下世就被人 又被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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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很有錢 又被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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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東西都試過了 是 那你就可以 完成地球的任務的時候 就可以去下一個星球 好啊 麻煩 那基本上 那個雲上面那個圖 它就用一個 最容易明白的那個手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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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是 但這個他是 就是 這位的 副科局證手 是 醫學局局博士 是 這個 是他想像出來 還是怎樣 他 將所有的故事 整合 在一起之後 就將這個故事 說給一個插畫師聽 是 那個插畫師 就再 模仿一些小朋友的筆跡 和小朋友最容易明白的一些圖畫 就畫了這個圖出來 正啊 好了 這個雲上面 就是一個叫做中轉站的地方 是 首先我們看了 最右上角 是否有一個類似屋 和一個彩虹橋 那樣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學校來的 所有去地球 去做人的 所謂的靈體 是 一定要在這裏 要學習過地球的所謂的規矩 是 地球是有重力的 是 你去地球你要喝水 你要吃飯 你要呼吸 有沒有說地球要搏東西 要穿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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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這些 因為他們會 類似我們去一個地方旅行 地球就是一個這樣的星球 你看 你看 有魚 有鳥仔 那些人就是這樣的 那些錢 不能拿出來 拿出來給你什麼的 你不要隨便打針 打針會打死你 那它有很多東西 會告訴你 好了 當你看完了 即是地球那個簡介的時候 大概你心裡有數 我馬上不去 你是不是都決定去 通常決定去 那它說 大部分的人 都是很想去 很雀躍的 嘩 正啊 我都沒試過做人 如果我做大 做大媽媽 是怎樣的 好了 那跟著呢 他們就會去到我們的圖 左邊那一頁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高一點 有一個長鬍鬍的人 那些小朋友就是說 這一個 是這個魂上面的神來的 是 天神 當然你問我 我會覺得 這個未必是一個神來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 負責的高級人員 即是 OK 是的 這本書裡面說 它是神來的 好了 這個神 它會為任何一個 準備去地球轉身的靈魂 解決任何的問題 以及去做輔導工作 嗯 做輔導工作 是的 因為有很多 可能在之前那一世 他經歷過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亡滅不了 嗯 好了 那亡滅不了那些 那是怎樣呢 這個天神呢 就會帶他去另一間房 是的 那這裏呢 這裏呢 就沒有寫那間房出來的 但是那間房呢 就會呢 去治癒那個人 即是令到那個人 盡快呢 忘記了上一世的痛苦 即是你上一世是被一個仇家 是的 他支解你 算了 那麼多世 一定有些世不好的 對 其實你上一世 一定有些人 那你自己忘記了 是的 所以這裏呢 他就修理你了 好了 接著呢 我們見到那個 那個中間呢 不是有一張 好像長方形的桌子 是的 是的 那這張桌子是什麼呢 每一個靈魂 去地球之前呢 他們都要寫一個叫做計劃書 那個計劃書 就是說 我自己去到地球的時候 我要一個怎樣的生活 即是說你的命運 你自己決定你的命運 即是我要平平淡淡的 是的 即是我要做總統 沒錯 我要做演員 我要做AV 我要做洗碗 是的 我要做網台 那你就可以選擇的 當然了 他說有些人呢 由於這本書裡面呢 有很多頁會講 但是我們最主要 集中講這一版 那其實他說呢 有些人是會很仔細的 由一歲開始寫 是 一歲我要怎樣 三歲我要練琴 四歲我要踢球 五歲 即是或者他有不同的計劃 他都寫得很詳盡的 但有一些呢 即是喜歡瀟灑一點的那些呢 他只是寫一個字而已 或者寫兩個字而已 是 好或者快樂 OK 總之那個命運給我快樂 中間那些細節是怎樣呢 我不會理的 總之我要快樂 又或者 我要嘗試什麼叫做痛苦 但如果你不寫明出來 他就自己幫你安排一個機制 你就嘗試人間的那些痛苦了 那是不是代表他做了很多壞事 他要嘗試你的痛苦呢 不是 因為在靈魂的層面呢 他是需要 學習多些 經歷多些 那才圓滿到那個靈魂 OK 即是一個 他的靈魂 你不可以選小小都快樂的 我有時要選小小的痛苦 學多些東西 才可以 即是超脫離開他的地球 又或者我們這樣看 即是假設 我們以前我們回教會學校 那可能有同學就會問老師 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神 為什麼神會容許這麼多罪惡 這麼多不好的事發生呢 當時我覺得老師解答得不是太理想的 當時其實我也想回答他 如果 即假設 我們未經歷過不好的 那怎麼知道什麼叫好呢 如果我們沒有經過什麼叫邪惡 什麼叫霸凌 欺凌 那我們又不知道 怎麼才是 可以帶到被人的安全感 如何帶到被人愛的 所以我就 即那一刻 開始認為 就是 假設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一個創造神 他一定要全面這樣創造出來 如果只有善良 只有喜悅 沒有悲傷 沒有痛苦 沒有邪惡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不能明白 什麼叫真正的喜悅 真正的和平 嗯 所以這班 這班 這樣的小朋友 他們就要 開始寫定這樣的計劃 好了 寫定計劃的時候 好了 就要去到 右手邊的哭徒 好像有一個大的相框 框框裡面 不是有些人的 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本書最想講的中心 選媽媽 是的 這本書說 就是每一個這樣的靈體 他沒有交代到 之前那幾世 又或者在他其他靈魂層面的時候 跟這些媽媽有沒有關係 他沒有提過 他只是說 他每一次出生的時候 他都會在地上 選一個 他最適合他自己的媽媽 他就在這個媽媽的肚子裡走出來了 嗯 就是這樣 他就選何錦麗做老母 是的 沒錯 就是要解釋 有些媽媽是很熱門的 或者是很受歡迎 很有勇氣的 是 那那個神就會跟你說 這個呢 很多人回家了 就是選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沒錯 他沒有生很多嬰兒 你知道 現在你們投胎的那個年代 那些人生兩個 所以我看到 如果有100至200個人排 那不如你試試另外那些 他會給你一些提示 即是說 如果你選其他那些 可能會快些 但如果你堅持都要等他 那你可以等下他 看看會不會前面的人等等 他不想等 之而此類 都是可以繼續等的 但他會給你很多選擇 那在等的時候 他會做些什麼 好了 在等的時候 他們會到處玩的 好了 這個圖裡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些小朋友 拿著一張紙 或者倒轉 伸了一個屁股 他們會到處玩 但是玩的時候 他們都會互相去學習 怎樣跟別人相處 但當然 為什麼我們在人世間裡 看到這麼多不懂 跟別人相處的人 因為他們在決定 他們自己人生的時候 你要為了去迎合你的人生 就會給一個性格的一個框框 給你框著你自己 因為你有這樣的性格 所以你才會遇到這樣的事 所以如果你本身 你在靈魂層次的時候 你會跟別人相處也好 但如果你選擇了那個命運 那你就要跟回那個性格 所以出生的時候 你都會受那個命運的框架 這本書沒有說 當你做靈魂的時候 你還未卻卻投胎 是有多長的時間 其實在這個空間 時間是不存在的 OK 只不過他會看著人間 即譬如那個媽媽 就由十幾歲 已經變成二十幾歲 即當你看她 就好像我們按那些 那個什麼 Netflix 迪士尼這樣 你選不同的台 你可以看前一點 也可以看後一點 也可以 那你可以選擇 譬如我最想這個媽媽 二十五歲的時候 我就從她肚子出來 即她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一些 譬如我上一世 是選擇了十九世紀 我下世選公元前五百年 你可以選擇 是可以的 那這個時候 就是任你自己選擇 例如 譬如我現在選擇這個現代 你選擇了現代的時候 然後這個主管 或者所謂的神 他就會給你一些提示 譬如 在現代這個社會這樣計 他就會說 如果你選擇某些國家 你會面對很大的壓力 生活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就會被人壓迫 但如果你在古代的時候 醫學不昌明 可能你咳嗽也會刮腦襯 又或者你生存在某些國家 可能你會被人扔死你 又或者你生存在某些角度 如果你是男人 你可以娶一百個老婆 他會給你一些提示 但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 會做街營 做妓女 其實在靈魂層面 其實他們是不會單一去看一件事情 總之譬如 可能有一個checklist 如果我們經常做人 有一千件事 好了 你很多事情都試過 你寫了策文 我當一下 我連續三十世都做男人 你在靈魂層面 是的 我做了這麼多次男人 我做了女人 經歷一下怎樣去生育 做女性的優越 或者做女性的無奈 我沒有試過 他就會很著弱地 我要做 好了 你又做過小姐 即是說一口高掛的小姐 可能又做過女強人 不是呀 那些上位我做過了 不如做一下 給人家 哈哈 是的 可能有些極致一點的就是什麼 這些是要很有勇氣的靈魂 才可以做到的 例如性虐入代 被人嚴重家暴 即是做一些 不是一個平常人可以接受到的東西 他都可以選擇的 但為什麼靈魂可以接受到呢 因為在靈魂層面 他已經試過很多東西 等於假設一個食家 是 你不要跟我說 是 我什麼都吃過了 我只要吃 這隻穿了一條蜜 那條蜜也這麼小 而已 沒問題 我們給你來 他很溜腾 因為他已經試過所有東西了 所以他會找一些 人世間所謂很溜腾的東西 那就去嘗試 嘗試 可能他都會說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候 譬如我們假設 我當作 可能有一些信仰的人 他們會覺得 這個小朋友出生摸一隻手 那個眼睛看不到東西 一定是他前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在這本書的角度 不是這樣的 是他自己選擇的 因為他要體驗一個 眼睛看不到東西的人的生活 他的經歷 一定要做一次這個角色 才可以理解得到的 所以他就不是被人懲罰的 就是當一下 我上世經常拍攏小便宜的 或者我經常說人家 你心裡有雷蟲 我幫你捉到他 你下一世就被人懲罰 就不是這樣的 只能夠說 他經常被人懲罰 上一世 他就想做回人懲罰的人 通常是反過來的 通常是反過來的 通常是搲完懲 才會做回人懲罰的人 這樣才可以體驗到 被人懲罰的那個痛苦 所以呢 我覺得他選擇那個人生 和選擇那個媽媽的那一部分 是很有趣的 其實整個命運 你選擇的時候已經決定了 沒錯 在這桌子的時候 你寫出來的時候 當然也要給主管過目 他也會給你一些意見 譬如 如果你是初來地球報道 這樣算 你選擇一個這麼難的 可能真的怕你受不了 不如你選擇一個異議 什麼異議 即是過了平穩一點的生活 可能當中有點波折 但難度不會太高 你適應過幾世這些生活 譬如你又做一下男人 又做一下女人 又做一下一個很長命 又做一個很短命 好了 你試過那些基本的東西之後 你才會選擇一些難度高一些 是的 好了 他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一些意見給別人 好了 他跟我們中國人的傳說 最不同的地方 最相似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你什麼都決定好了 那個主管或者那個神 都認為你選擇的項目是OK 媽媽都被你預約了 然後你就要決定是否要去 你去的時候 他就說 他會給他一碗很苦的湯 給他喝的 媽媽湯 我覺得這裡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純粹是抄那個傳說 還是怎樣的 喝完那個湯的時候 他就說 按照那個靈魂自己的思想 如果他那個思想 認為他媽媽的肚子裡 是要搭身幹線的 你就搭身幹線 是喜歡坐巴士的 就是坐巴士 所以SIR滑梯 好像那個 左側那一頁 不是坐紅毛SIR滑梯 SIR滑梯 SIR滑梯就去媽媽的肚子裡 又或者不是 中間那裡 不是有一個藍色門 白色那棟東西 你可以坐電梯下去 這個你打算說 兩節 兩節都可以 我們下一節 因為下一個鐘 好 下次再見 正